与您一同开船光明自在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请跟我念 请合掌 嘴巴念 合掌代表身清净 嘴巴念代表余夜清净 但是更重要的是 心一定要观想 南无常驻十方佛 你要看到佛 有没有看到佛 那就结束了 开悟了 观想 观想要看到有样 再来 南无常驻十方佛 对 观想好多经典 我们在鼎礼 南无常驻十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沾尼 babas con daaa pero a rajtad 就是 说 我們念本师释迦摩尼佛觀想 特别这边有佛像 那念做的时候 本师释迦摩尼佛 由心间全身放光 放光 加持谁 你想自己吗 也可以 透过你自己 加持到你以后 由你心发光 然后去帮助六道众生 所有众生 所以再念一次来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里的他 奥摩尼摩尼 摩哈摩尼耶 说哈 那么要是流离光如来 奥摩尼佛 奥摩尼佛 摩哈摩尼佛 让着 三摩嘎德 说哈 奥摩尼佛 奥摩尼佛 奥阿弥迪瓦 沥摩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奥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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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奥摩尼佛 オン・チン・シー・ラッツァ・ホン 一心鼎礼 甘千仁波切 甘倍喪失 慈悲加持 护法善神 同享功德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オ・マ・ニ・ベ・メ・ホ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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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转 谢谢各位的合作 那我想修行就像刚刚这样 如何让自己能够保持正念 那当然包括声、口、意 我们都能够安住好 所以那这样就会产生功德 当然对自己最大的帮助 是内心能够清静 不但清静了 那你关心了众生 愿父母、祖先、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来 这个代表大悲心 刚刚我们念的是什么 来 对三宝的虔诚 意欲 菩提心 所以我们对诸佛菩萨虔诚的信仰 而发菩提心供养 再来 对众生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祈求三宝的加持 目的呢 是希望父母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那如何让父母众生离苦得乐呢 那我们就要透过一个 念下来 无我空性 对 就是你的专心就对了 所以就像你手上拿个镜子 然后呢 太阳光一过来 这个镜子收起这个光反射出去 请问镜子光强还是太阳光强 有时候镜子光更强 因为它集合了 所以当你内心很专心的时候 然后呢 把佛的加持 透过你的这种空性 无我跟慈悲 就把这个光照到地下失去了 照到第一道 恶鬼道 所以我想我们时时刻刻必须如此 因为这个世间 请问这个世间痛不痛苦 移民到洛杉矶了 还在痛苦 因为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痛苦 所以有钱没钱 一样痛苦 只要你有一个身体 你就无法避免痛苦 所以我经常去医院 这也是我出家的住缘 因为就是我母亲生病 我去医院 我在认识 哇 原来如此 再多的钱 再好的社会民生 那是等你老了 病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老师说 照顾一个老人 真的要花很多人力 物力 彩力 精神 所以 有福报的还被照顾 没有福报的还真可怜 但是重点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所以各位 我看网络上有一个 现在你三十岁 把你化妆成九十岁八十岁 让你看看你自己 那个时候你就会开智慧了 什么叫智慧呢 智慧跟聪明不一样 聪明就是往外 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智慧呢 那是一种对内痛苦的调伏 叫智慧了 就不让自己痛苦 所以当然大部分的智慧 是从痛苦来的 所以念一下 三世诸佛 以苦为师 所以我想 各位多去思维自己生命的痛苦 这个是佛法很重要 思维自己生命的痛苦 你才会找到生命的目的 叫什么来 出离心 很痛苦 然后你去思维别人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那叫什么 大悲心 这是两个佛教的重点 那这个一定要抓住 对自己有出离心 对众生有大悲心 就是我思光常跟我讲了 念下来 对自己修小秤 对众生修大秤 请问你修哪一秤 我思光 你是修哪一秤的 忙了老半天 你也不知道修哪一秤的 自己也不想解脱生死 也没有对平等的众生生起大悲心 然后就在佛教里面混来混去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抓住自己 这个叫什么来 静则修慧 动则修福 所以我们一静下来 各位你叫思维空性无我 脱离轮回的智慧 智慧是消除探证词 智慧是什么来 调伏内心 聪明跟智慧不一样 聪明是往外的 对不对 智慧是往内的 不让自己受苦 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很怕生病生病 请问哪一个人不生病 连老和尚都要生病 永远解脱生病的方法 那就是智慧 当你生病的时候 如果按照佛法的用词 请问有没有一个你在生病 没有啊 因为我们学佛教无我 哪有我在生病 是身体在生病 正常的 车子用坏就换一个就好了 轮子换一个就好了 但是我们偏偏没智慧 把身体当做我的 现在医生说 你的糖尿病 你两根脚要切掉 那你就不行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会 你要是预备好 两脚切掉 正好打坐 没地方跑了 也没有腿会痠啊 没有腿会痠啊 没有腿会痠啊 如果你一直分析这个 你久了你就习惯了 这也 当然有人问我说 海盗法师 你出家多久 二三十年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有 就是把佛讲的话 每天用习惯这样就好了 在家在家 现在看人家吃荷包蛋 还是觉得很好吃 很香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豆浆加牛奶 哇太好了 葱油饼加蛋 哇 但是不行 为什么 那是欲望 第二个 那不慈悲 就是这样嘛 就是保持这个而已 就像人家问你说 钱好不好 好 你要说好 但是不能被他抓住 这边拿这个钱来 来帮助游民 来放生 对不对 来盖寺庙 那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有佛法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认为 我出家以后最大的帮助是 因为每个人问我 都是佛法 所以让我习惯用佛法去思维 因为用佛法去思维久了 对于世间的变化 就觉得就可以放下 就可以怎么 念下来 随缘 这个随缘不是随缘 它有因缘的 所以最近流行一句话 来 别人对待我们 是因果 我们对待别人 是修行 所以各位 因果你就要接受吧 先生对你好 儿子对你不好 太太对你好不好 那个是你的因果 不要怪对方 因为别人对我们 但是我们对待别人 那我们就要修行 要慈悲 要忍辱 这个叫修行 那我想这句话 各位应该背 别人对我们的是因果 我们对别人是修行 那时候你就要修行 他坐你的车是因果 你下车跟他说哈喽 那是修行 那这个代表你有在修行 不然呢 你就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对我如此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就像我昨天去申请 那个 你们这边叫 护照快速通关 对不对 他们叫我去申请 哇 还问的真的是很麻烦 把我们当做 有点像犯人 还给你考试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一定过去我对他很不好 还问我 吃素可以吃蛋吗 他想说大概我骗他了 我说不行 可以喝牛奶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感觉慈悲 他在看我一眼 所以他好像在考我试一样 但是我想这是我应该的 我来美国就是为了红发 我没有任何一点不好的动机 但是呢 对方不了解 这是正常的 所以那时候心里一直念 奥马尼伯明后 一直希望他也跟我一样 将来等罗佛法 所以我很喜欢背这句话 来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你对对方不慈悲 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如果你了解 现在坐在你隔壁的 过去是做过你的妈妈爸爸 要不要抱一下 要不要抱一下 我跟你说抱正式 不然他不会 不会坐在你身边 真是如此 因为我的特点 我认识很多 算有神通的人 这是我的夜报吧 我从在家就这样了 所以时时刻刻有人在告诉我 东告诉我西 那我不得不信佛 这样了 不得不信因果 那后来他们问我 我跟他讲说 现在那个人是谁 他就问他 那个人坐过你妈妈 那个人说 我说好了 久了我就不用问了 没有一个没缘 所以 只是我们信跟不信而已 所以我们华人说 五百世坐着同一艘船 对不对 不能没有五百世的人 坐不了同一艘船 一千世同桌吃饭 要有一千世跟他的缘分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 可以坐在这边共修 那多少世了 送不完 过去你是我师父 等等等等 大家聚会是为了佛法 所以要把握因缘 这也是我现在 学佛那么久了 我的一个体悟是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因缘 以前我有一点孤僻 现在还是有一点孤僻 其实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 而且看到有人来 我就会紧张 因为我不喜欢面对人 但是现在时间到了 下来吧 所以 但是下来 你就尽力就好了 但是你一直想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 师父有人要见你 我就紧张 所以 因为我比较孤僻吧 但是这个修行 就是说 来念一下 没有个性 只有佛性 不能有个性 所以 你要改变你 再念一下 没有想法 只有佛法 你不要太多想法呀 佛法叫我们随缘 佛法叫我们慈悲 那你就要用这个想法 所以佛法叫我们无我 要有空性 那有一个你你我我 所以佛法叫我们用真爱 不能用世间假的爱 请问夫妻之间的爱是真爱还是假爱 假的但可以变真的 你要把戒 念一下 戒假修真 对 因为用假的会很苦 凡是存在的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吧 你执着它它就会变化 那就是痛苦 但是如何借假修真 那既然他对我好 对我不好 另外一回事 因为动则修福 对别人要用大秤 就是了解他的苦 他今天之所以造业 是因为他不懂佛法 像各位你现在懂佛法 你可能有在吃素 但是你对一个正在吃肉的人 你不能生气 你会觉得说我以前无肉不欢 对不对 跟他一样 就像我现在很喜欢放生 每次到海边河边看到人家的钓鱼 信我师父 我去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跟他说 我以前比他还喜欢钓鱼 那是因缘成熟了 所以现在我很喜欢放生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放生的功德 一直回向给他嘛 一直用他用悲心 他可能鱼竿就会收起来 但是如果你去说 你错你错 搞不好他打电话叫警察抓你放生 那你就结了一个恶缘 所以我想各位修行一定要 念一下 修行一定要改变 请记住这句话 回去问你先生太太和你 你看我又没有改变 如果你没有改变 真讨人厌 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让别人讨厌的人 让别人不敢跟你说话的人 因为跟你讲话 就觉得你会生气啊 不舒服啊 这样就不好 所以当然我讲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你将来有机会跟我讲话 请你多跟我讲 讲什么来 师父的缺点 因为我要进步 我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进步 所以没有个性 没有习性 只有佛性 如果没有人指点你 告诉你 那不行 所以经常有人看我的电视录影带 我都会问他 那里面哪里有问题 如果找得出来有讲 因为我有进步 所以以前那位说 傻的法师你发音哪里不标准 OK 我要背很久啊 因为我以前米南语也不是很标准 普通话也不标准 英文更不用谈 但是至少我有在进步 我想 所以我认为修行就像一个女孩子照镜子 要不要照到没有缺点啊 想尽办法 因为每一尊佛菩萨都这么庄严 特别各位到佛堂来这么庄严 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的任何一个思想语言行为 都让别人看到一个庄严 不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吃东西喜欢吃好吃的还是喜欢吃难吃的 当然是好吃的 你这个人好不好吃啊 就是好不好款待啊 跟你在一起舒不舒服啊 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你的心好像有一点脾气不好 不能讲你的缺点 讲你就会发飙 就会生气 就会抱怨 那你真是令人讨厌 所以我要出家以前 我真的努力把自己扮演成一百分 好让我要离开的太太哭成一段 因为我跟她说 如果我要出家 我在你心里面不是一百分 我就没有出家的必要 但是感情上我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把感情变成慈悲 双方就没有痛苦 但是感情是没有办法解的 因为执着就是痛苦吧 所以我永远记住佛陀要出家 他就跟他的耶稣陀罗太太讲了一句话 亲爱的耶稣陀罗 你要骂对方先讲个亲爱的 你可以把你对我的爱去爱皇宫以外受苦的众生 你就不会受苦了 背下来 以后你要这样说 老公啊 老婆啊 妈妈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找到真爱了吧 所以我很喜欢讲这句话 因为感情那么多切讲了 佛法就是真爱的意思 所以学佛 我师父可以说 学习爱别人 爱众生 念一下 服务众生 我记得我们从小都会被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现在变了人生以赚钱为目的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也好 现在的社会都有一点贫富悬熟 有钱有钱的要命 穷的穷的要命 连个地方睡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各位活在美国 多一点机会 布施衣服也好 钱也好 当然很多人说 叔你身上要带零钱哦 干嘛 看到穷人要给啊 我就问对方 你给你爸是给零钱还是给钞票 钞票啊 那你怎么给那些可怜的老人零钱呢 你至少要拿个二十块五十块才标准嘛 对不对 那你就说干嘛给那么多 那你很吝啬哦 你给你儿子多少钱 我有几千块 对啊 讨债鬼 你宁可给他多一点 这个功德很大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你用你的身体 生命 无量节的时间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所有佛像造成黄金的 不如用慈悲心 不是一点点的食物 那是金钱 给众生 包括一只蚂蚁 因为这是佛教最重要 慈悲 这些菠萝蜜包含所有菠萝蜜 千万我们不能说我是佛教徒 我不去帮助其他人或其他宗教 其他民族 那就很可惜了 当然我在 我这一次从加拿大 美国绕了一圈 两个多月 所以走到哪里就是买面包 买面包干嘛 喂海鸥啊 但是我发觉跟我开车的人就 师父 美国不能乱丢的 反正就先阻止再说 我说没有问题啦 三宝有安排 但是他们很可怜 我们走了这么远才跟他结过缘 先吃一顿再说 所以我到哪里就 故意着一直不思 当然我也很激紧 我看情况 所以我们的眼睛像沐浴一样 看情况 已经知道情况没问题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叫你们通通上车 啪 丢完我们车就开走了 如果有警察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就慢慢丢吧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上回去不思 有些人就很感动 师父他们怎么吃那么多 我说你才知道 那些海鸥吃吃吃吃乌鸦吃吃 事实上都是放在他脖子里面 他回家要养小孩 他真的要养小孩的 他们真的是这些妈妈很需要帮忙的 那当然有人会跟我说 师父你喂他喂习惯了 他将来就不会自己找食物 我说你想的太多了吧 你妈干脆不要问你 你就不会长大了 人如果不想慈悲可以找一千个借口 是不是 不要焉供 不要放生 不要死死 他可以找一千个借口 所以各位记住一下 来 慈悲无障碍 真的是无障碍 因为这个世间不是人的世界 海有海神 土地有土地神 他时时刻刻在护持慈悲的人 时时刻刻 就算真的有警察来 他会把他吊开 上回我不知道在美国哪一个州 做烟供 然后那个警车呢 他就绕不进来 绕不进来 一直绕一直绕 然后等我们全部收完以后 他才进来 没有了 因为他绕不进来 这个叫有护发神 当然我也碰过 碰过 对方如果在做这个好事的时候 他的动机不对 不好就来 所以我经常跟对方 你这样做 不能动机不对 不能有所求 不能有一个爱人的动机 不然呢 障碍就来 所以还是念一下来 慈悲无障碍 也就是说 你要时时刻刻 保持一个 念一下 无我的大悲心 就是不为自己想的 慈悲 所以 那慈悲是以众生为主 凡夫是以自己为主 凡夫是爱自己 那学佛了吗 念一下 学佛爱众生 那我们来学佛 就要开始 学习 怎么样的 帮助众生 那我 各位听我这么说呢 各位就要开始念习了 你的隔壁 你的邻居 跟你坐同一车的 你就要开始对他慈悲 认识跟不认识的 就像我一样 我来美国 我英文没那么流利 但是我用一句话 念一下 以心传心 当你念咒念佛就是信 回向给对方 不管他是开车的 他是 那边的老板 或是那边的守卫员 你都要对他慈悲 所以对人也好 对任何 你要像太阳一样 这个叫修行 你千万不要说 你千万不能够说 师父我每天念一万遍 我看你的脸都不慈悲 你会念到很烦恼 你还不如 我爱你念一万遍快一点 我想 坐 他讲的是一种愿 坐是一种愿 而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愿 叫坐 我希望你健康 自然的自然的 我希望你发财 你自然的可以 所以念咒 为什么要念到一万遍十万遍 它就让你 这个悲心融入在你心里面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 我念一万遍了 看你那个脸都不像观音 因为你是念在嘴巴 念在嘴巴也有好处了 就像来唱歌好听一点 因为口叶嘛 但是你心没有练习到 所以 那各位一定要 重新出发 修行 特别大乘佛教师 利益众生 你的内心里面 如何去想着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 前面胖的过来 我会帮你 帮你减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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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